What's up everybody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GMT 这样的一个function的腕表 我自己手里的这样的一个GMT的一个function 那么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比啊 那么这支的腕表呢 大家可能在我这个车上啊 不管是直播还是短影片啊 都知道这支腕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那么这支腕表呢 我自己个人佩戴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不管是休闲啊正装 我其实都佩戴过 这支腕表呢 非常的有个性啊 这种不能旋转的这种这种这种表圈啊 再加上这样整体的这个不锈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非常的野割 白色的面盘呢 其实可以配搭正装啊 那这个传统意义上讲 这个正装的白色面盘也是居多的 那么它这个表扣呢 也是这个劳力士家族的这个可以快速调节的这样的一个表扣 整体的这个机芯呢 是三一系列的 也就是说这支腕表是老款的腕表 那这支腕表呢 它的这个点睛之笔呢 我觉得是它的这支GMT的这颗针啊 是一个橙色的这样的一个指针 那么这支腕表呢 整个的是一个拉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也是非常的工具啊 有很多人呢 觉得这是一支这个工具表 有的人觉得这是玩具表 也有的人觉得这是最有个性的劳力士啊 不管怎么说吧 我觉得这支腕表呢 其实在劳力士整个的这个家族里边呢 还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 不是很像劳力士的劳力士 大部分的人一提到劳力士可能长得都比较像这个像水鬼啊 GMT Master II那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支腕表呢 我一直觉得是一个比较比较特殊 比较corky的一个劳力士 当然了这些年呢 这支腕表呢 也逐渐的开始被各个很多的吧 很多的这种品牌啊 所copy啊 包括这个不限于啊 这个GS这样的一个都在copy这样的一个一个设计了 那这个设计呢 不能说是劳力士里面最最最经典的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有相当的一定的地位 那这支腕表其实我有好久了 那么今天呢 其实啊 这支腕表呢 并不是这个主角 因为大家可能对这支腕表都比较了解了 那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呢来说一说 这个他的一个强烈的对手 也就是我手里的另一支腕表 那这个这支腕表呢 就是这个GS的啊 cycle的grandcycle 大cycle的这个风雪文 那这支腕表呢 我个人觉得啊 嗯 算是呃 我觉得可以甩这个 这个tai2很远很远了啊 那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缺陷 那这支腕表 我想每一支腕表都有好处 都有缺陷 都有好的地方 都有令人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 那毕竟这一支腕表要新这支腕表 啊 很多年啊 所以说啊 不管是怎么样啊 我们先聊一聊这个 他们的不同啊 和各自的好处吧 那么先从这个不同开始 啊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一支的这个风雪文呢 啊 一听 大家一听这个呢 可能首先呢 尤其是这个大cycle啊 cycle的这个面盘 可能大家的焦点呢 都在这个面盘上了 啊 那么论面盘来讲 我觉得grandcycle呢 可以甩这个劳力士很多条街啊 那么因为劳力士这支腕表 基本就是一个白色的 一个七面白色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啊 啊 那没有什么太多的啊 这种难度系数 那但是呢 我们要讲这个面盘的这个难度系数 大家肯定要这个 grandcycle这个风雪文啊 大家肯定是可以看到 它上面的很多的风雪的变化 那么这支腕表呢 我感觉呢 在这个上面要抄这个劳力士啊 要很远了啊 要甩劳力士很远 那么第二呢 我们要谈一谈这个 这支腕表的这个基心 那么基心呢 这支的腕表呢 是老的系列的三一基心 但是呢 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的耐操 非常的坚固稳定耐用啊 在这个使用上面 工具表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这支腕表 劳力士这支腕表 绝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啊 我们不能说这一支的基心呢 啊 不好 但是这支基心确实相较于啊 grandcycle的这样的一个基心呢 在科技技术含量上啊 我觉得呢 还要稍微的逊色一点 当然可能GS的这个基心 没有劳力士这么的 这个坚固稳定啊 耐用 可能在这一点上啊 没有经过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 啊 这样的一个 洗礼吧 或者是这个 验证 但是 GS啊 它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啊 Spring Drive 也就是春冻啊 春冻的这样的一个基心呢 我觉得是在这个技术参数上啊 至少在技术参数上 我感觉要比这个劳力士呢 要先进一些 嗯 那这支腕表呢 呃 也比较有特殊一些 因为呃 大家可能 这个玩机械表嘛 呃 不免的想要找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 那这支 呃 grandcycle呢 呃 它毕竟使用的是这个GS看家的这个Spring Drive的这样的一个基心呢 呃 所以说在于这个普通的啊 这样的机械表相对比的时候呢 它可能有一些特殊性质的这样的一些的优势啊 我个人觉得这支腕表呢 在基心上边 我们如果讲兼顾稳定耐用 那可能劳力士经过验证了很多年 而且呢 大家对这个这个三一基心也都是比较放心的 但我们要讲这个技术参数啊 要讲这个 这个科技先进 那我们可能还是会把这一票呢 给这个呃 GS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 呃 两者相对比的这种呃 基心上面来讲呢 我觉得平分秋色啊 平分秋色 那么这支腕表其实也是有这个钢链的 我只是没有把它放在钢链上 那么呃 钢链与钢链的对比呢 我觉得劳力士呢 要甩GS很多条街 因为劳力士的钢链 加上他这个表扣啊 非常的非常的 呃 我觉得是这个有特色也好 或者是呃 看家的本事也好啊 带起来非常的舒适 调节起来非常的啊快捷 然后呢 呃 基本上像这个丝绸一样贴在手上 那这个GS呢 整体在这个呃 这个表带的做工上呢 确实比较拉胯 有很多人说这个GS啊 呃 基本上是这个做工不太一致啊 就是说他这个表壳啊 Zerasu的这个polishing啊 这个镜面打磨啊 但是到了这个表扣和表带上面来讲 就差了很多啊 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所以说在这个表带上面 我们还是把这一票呢 给这个劳力士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要讲这个表壳的整体打磨来讲呢 我觉得这一票呢 可能还要投给这个GS啊 那这个GS呢 看家的这个Zerasu的这个polishing 也就是这个呃 镜面打磨吧 镜面处理的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确实是有一定的水准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表的这个精准走时啊 那么这个劳力士呢 基本上大家都比较熟悉 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机械表呢 基本上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误差呢 呃 是在这个大概两三秒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那呃 因为他是老机器们 可能新的这个机器 要比这个还要精准一点点 那么这个GS呢 号称是一个月啊 几秒钟 所以说在这个精准走时程度上啊 那肯定是还要把这个机芯呢 给这个GS啊 那这个在这个 我们觉得这个后面 我们要讲讲这个透备啊 呃 有的人玩这个表呢 想要多的看一下这个机芯的 这个透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劳力士呢 是不做这个的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呃 很多的情况下呢 这个见仁见智的 那么我们到这个GS上面 GS呢 这个是透备的一个机芯 因为这只这只腕表呢 是限量版本 所以说呢 它有这个小狮子在这个金狮子 在这个上面 呃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呢 也是有日本的这个纹路 呃 我感觉在这个细致的这个打磨程度上呢 呃 这个而且透备的这个感觉上呢 我要把这一票呢 给这个GS啊 但是我觉得有一大问题就是GS这个厚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厚啊 相较于这个劳力士相相对比来的话 呃 如果这个这个因为这个这个GM 因为这个GMT的这个碳2呢 本来就是非常的薄啊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说到的是GMT Master 2的话 呃 我想要比这个GS还是要薄很多的 所以说GS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薄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相信呃GS以后啊 我觉得它要改进的就是这个薄厚的这个程度啊 这个这个东西也有可能会影响它的销量啊 还有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以后比较需要进步的啊 地方啊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说到这个表圈了 碳2呢 是一个不能旋转的这样的一个不锈钢的这样的一个表圈呢 大家都知道啊 GS呢 它这个表的这个表圈呢 是这个蓝宝石的处理啊 蓝宝石的臭蓝宝石处理 而且呢是可以旋转的可以记3D时间啊 甚至里边还有一圈的这样的一个GMT的这个这个小时的这个从1到24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所以说它呢可以记3D甚至4D的时间啊 如果你想要去真的是想要使用它去记录的话啊 所以说在这个表圈上呢 我们呢 呃 我觉得各有特色吧 不能说谁强于谁 这个东西可能每个人要要的东西不太一样 那这个GS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这个表呢 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表的这个机心 这个表的这个表圈的这个转动啊 是非常的好听的啊 相较相较于这个GMT Master 2的劳理师来讲 这个呃 GS的这个的这个表圈 其实叫声还是不错的啊 所以说其实各有这个在这个表圈上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确实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啊 那这个劳理师呢 还是使用旋路式的100米的这样的一个潜水深度 但是这个呃 GS呢 基本上用这个SEICO在这个五点位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旋路式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东西啊 那这个的表的这个潜水成潜水潜水呢是200米啊 所以说啊 在这一点上啊 这一支腕表呢 也是要强于这个劳理师的这个潜水防水深度的啊 我个人觉得呢 这支腕表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房磁啊 这个GS呢 在这个房磁上做的确实是不是呃 太科跟得上它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啊 所以说GS在这个房磁上确实是需要进步和提高 劳理师呢 这个房磁这这一边呢 也没有说那么那么的高 比如像Omega那样的15000高斯那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支腕表基本上是可以比较耐 嗯 比较放心的房磁 但是呃 这个GS呢 确实在房磁上有一定的堪忧啊 啊 我个人觉得呢 这支腕表呢 相较于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相较于这支的GM 这支的GMT的这个碳2来讲呢 我觉得它是要高级一些的啊 毕竟这支腕表这支碳2呢 确实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年呢 年代呢 也早于这支腕表很多年 呃 整体的技术感觉 还有呃侧重点也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我们要是讲这个 讲这个各有所爱的话 当然每个人的这个喜好不同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支腕表是要啊 在各个参数的大的 所有的项子对比来讲 就是我们说好与坏的就是这样的对比来讲 我觉得这支腕表是要强于这个GMT这个碳2的啊 但是这支GMT的这个碳2呢 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那这个呢 基本上是我觉得这两支腕表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大概的对比啊 啊我个人觉得呢啊各有测各有特色啊 但是呢可能确实这个啊这个GS呢 确实要在各方面呢啊 总体程度上来讲要比这支腕表呢要更先进现代化一些 然后呢机芯也更高级感啊 多了一些手工的工艺也更多了一些啊 不像这支腕表呢可能比较的这个还是说是工业元素比较多一点啊 但是这个GS确实有它的问题这个厚度啊 还有它的这个防磁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现在这一支腕表呢 也是但是我们讲讲价格的话 这一支的这个GS呢 也是比这个碳2要是要便宜一些 所以整体下来啊 我感觉呢啊 如果要是现在让我去选一个的话呢 我可能在这两支腕表 如果直接只能选一支买的话呢 我可能会啊 如果这一支是这个三二系列的机芯 就是我们讲现在最新的这个款式的话呢 我可能在购买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考虑这个财富和奢侈 那我可能会偏向这个劳力士一点 毕竟劳力士买了不太会掉价 但是GS呢啊 我感觉虽然说它出了很多很多的款式 每个星期可能都会给你一颗表款啊 但是这一支的这个GS确实啊 我觉得如果买来只是用只是玩的话呢 确实啊要更好一些 但是它的这个保值程度要差一些啊 所以呢啊 我觉得如果折扣有啊 我可能更偏向于GS一些 如果两个直接对比的话 那这支腕表呢其实是一个限量版啊 然后那个呃可能以后呢也不是很好买了呢 但是这一支腕表基本上是量产版啊 基本上是很容易啊 即便你买不到工价上加点钱 可能也都能买到啊 论稀有的这个程度来讲 可能GS呢也是这一支GS呢也是好一点 但是大家都知道GS的这种啊 总是有新的这种啊 这种特别版本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所以说这个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 各有好坏 在最后呢这两支腕表其实在这个表刻上面呢 是差不多啊 大小的啊 佩戴起来的这个感觉在手上的这个大小程度呢 也是差不多的啊 所以说但是这个GS确实厚了一些啊 那这个呢 今天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对比了啊 大家呢有兴趣的话在我们下面留言 那好了我们今天这一期呢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上车